参加默契大挑战 这要是失败了 那得有多尴尬呢 他们被安排在同一间房子 中间用隔板隔开 俩人先做了自我介绍 然后就互相吐槽 看来俩人在生活中真的是一对开心情侣 第一回合 工作人员在桌子上放了圣诞老人巧克力 红色鱼散钩以及棒棒糖 二人显然十分了解对方 不加思索就选择了同一件物品 为了赞许他们的默契 男子开心的吃起巧克力 牙齿都被染灰了 第二轮摆放的是各种玩具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果然俩人一阵分析 又选择了相同的玩具 如此默契的配合 想来绝对是真爱 为了增加游戏难度 第三轮工作人员提供的是不同夸色的袜子 男子很郁闷 只能随便摸一个 于是就选了自己认为最好看的一双 而女子左看右看 说自己的男友最喜欢白色 于是便拿起了白色的袜子 他们同时伸出选中的物品 没想到竟然再次通过测试 俩人都感觉很不可思议 这样的挑战你敢参加吗 好看